五副的撲克牌,那每一副撲克牌可能只有十張 然後這十張的撲克牌呢,是裡面就是用五十種植物去拼湊出來的 然後就是裡面就是用這些葉子 這個葉子 葉子,葉子 然後就是不同的葉子,有沒有 然後變成是一張撲克牌 然後呢,這樣都看得到 放地上 然後呢,我就是要做一個遊戲就是讓孩子這邊 譬如說,你知不知道他的名字都沒有關係 那我們要訓練,就是講今天我的經驗是 我怎麼樣把250份標本,經過比較之後,只有八十種 真的懂齁 我這樣上來,因為大家的經驗可能 我的經驗可能跟大家的過程可能會一樣 就是我有很多不是很確定的職務 我不認識的 然後我必須,我來到這一邊一趟要八個小時 那我必須要把這些資料帶回台中的實驗室 那我要怎麼做 我只要盡可能去收集東西 不可能說好像是又不對 我明天再來一次,明天再來一次要八小時 你哪有那麼多八小時 所以我就必須要把這些我不認識的全部帶回去 然後把兩百個兩百五十份去歸納變成八十份 那其中有一些已經重複拆很多次了 那我想說我這個經驗就可以拿來給孩子們做教育 同樣的我在這邊的經驗 在校園裡面也可以用 譬如說 我就弄一個撲克牌 這邊有一二三四五六 這有六種葉子 但是呢 我這個撲克牌裡面有十張牌 然後這個大葉南有五張 我洗在一起 請你把 五張找出來 請你把大葉南找出來 好不好找 因為有五張一樣的 要找出來 好 他可以在這十張牌裡面把這一張找出來 我不要問他為什麼 因為你會把這一張找出來 如果這大葉南有五張 你很容易就去把這一張抓出來對不對 也有人不用告訴你 他的特徵在裡面 不用 接下來呢 我再換一個一副牌 一樣的葉子 但是大葉南剩四張 那其他我再做一張 你把那四張找出來 接下來三張比七張 兩張比八張 最後是一比九 最後你挑出來那一張的時候 我要問 你為什麼 總共有九張 總共十張不一樣 你為什麼要挑這一張出來 因為我已經看了四次了 你看了四次了對不對 好 這個時候他就會告訴你 你不用去教他 他就可以告訴你說 為什麼大葉南跟他們不一樣 你們每一個人都有這個能力 都可以說 這邊是有句子的 這個叫做超級比一比 你絕對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我在送給老師 鑑定標本的時候 他必須說 你同樣的都要放在一起 你不能給他鑑定超過三次 會被罵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 如果我重複做了幾遍 跟孩子用他們的校園職務 重複做了幾遍 我就培養他們的觀察力 他們可以區變 這個彼此之間的差異性 可以提高他們的觀察的能力 那這個能力建立好之後 然後 我們就開始 這個叫大葉南 這個叫台灣三桂花 這個叫做破樹 這邊有尾巴挖一邊的 有沒有 這個是橘木 所以你在看的時候 這個植物裡面 你就可以自己 自己做歸類 譬如說 我們現在超級比一比 那是不是這三個 會在同一類 這兩個是同一類 有沒有 為什麼 外型比較像 哪裡比較像 葉園 葉園那邊有鋸齒 啊這個比較沒有 這個是全圓的 對不對 這個是有鋸齒的 對不對 那同樣的 好 這三個有鋸齒的 這個為什麼跟他們不一樣 因為 這個屁股挖一邊 有沒有 那同樣的 這兩個 我們也可以發現說 很多很細微的特徵 它有些細微的特徵 都會 彼此感覺很像 但是又會不一樣 其實它裡面都有很細微 這個是 西野饅頭 我這大葉南 然後這是台灣三個花 這是舉目 所以我意思是說 你不用很擔心 去看一個野外 然後有很多你不認識 如果你有興趣想要去觀察 那這只是一個表面而已 就是說 真正能夠跟你生命 扣在一起的是時間軸 就是你對於生態的認知 你怎麼樣生命跟這個土地 能夠在一起的 是你在觀察 然後你跟它一起的時間 可以扣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你當你的時間 跟這個整個地球 或者這個土地上的生命 能夠扣起來的時候 你當你抓到這個感覺 扣住的時候 你就有那種 跟他們一起生命融入到 這個整個地球的生命的那種感覺 比如說我跟那個嘉鴻 還有軍儀 我們在做一個那個 那個檳榔園 要變成森林的一個調查 然後裡面是不是有很多樹 然後樹它裡面已經廢根第三年 然後我就是要找那個 國小的小朋友 他那邊的國小 只有30個小朋友 那你從國小一年級 到國小六年級 六年的時間樹會長得很快 所以我就想說 怎麼樣讓孩子 跟這塊土地能夠扣在一起 我要去找這30個小朋友來幹嘛 來跟樹造像 因為在他們學校旁邊而已 這個檳榔園被根 六年之後 這個檳榔園會變森林 然後每一個小孩子 每一個人都跟一棵小樹造像 自己下種土地公種的 然後跟他造像 每年來造像 到他畢業典禮的時候 這棵樹已經沖上去了 那個感覺就是讓他的心 要跟這些生態能夠抓在一起 而且這只是 一開始我們看到那一剎那 但是我真的要帶給大家 或者孩子的 是你的時間走是跟這個森林 是一起來的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 有空間的變化 有時間的變化 有環境很多的變化 其實就是需要你用心 你可不可以感受到 還有包括有沒有感受到 那種一百萬年 兩百萬年的這種感覺 在你這個這趟 在走這個步道的時候 有沒有感受到 那個一百萬年的時間走 在你這個這趟上來的時候 有沒有感受到 百萬年的感覺 如果你這趟上來有感受到 那個岩石裸露出來 是從海底冒出來 那種感覺你抓到了 然後在那種 那個影片是很快速定格一直跑的 然後發現這個土壤開始堆積 然後出現了 那個樹開始漲了 如果你再放下心情去想像 這整個森林從一個石頭 冒起來的海島 然後冰河 然後切割 然後這些樹這樣長起來 如果你可以跨到這個時間走 卡 那你這趟來就值得了 這樣 再跟大家分享 分享 這個就是我想要發展的一個桌上遊戲 然後這個桌上遊戲發展完之後 因為他們都已經 你都不用跟他們講學術說 這個是什麼特徵 因為有些人認識職務不是要買圖鑑嗎 那我已經給你比了 你自己有自己的系統 因為你在認識人的時候 你有自己的觀察力 每一個人的觀察力是很強的 因為你在同一個種 我們每一個是同一個種 這個是不同種 還不同科 你都可以去區別 就是我們一個種裡面 都可以區別出個體 那更何況 它是不同的科 你的觀察力是很強 只是你沒有去訓練而已 當這些能力你建置好之後 我接下來就是 我們在認識生態的時候 是跟環境一起認識的 就好像 我今天早上講 你在認識人的時候 不會只有認識名字而已 你認識人的時候 一定會說 這個是我國小同學 這是我高中老師 有沒有這個印象 是一群一群認識的 所以你在認識孤婆玉 你不會只有認識叫做孤婆玉 你會想像說 它在森林底下 比較陰暗潮濕的地方 有沒有這種感覺 如果你在認識職務 能夠把它的環境 他家住在哪裡 你在什麼時候 在台東這邊認識他的 你有這種環境的感覺 跟這個東西扣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好認識 那同樣的 我在這套遊戲呢 做好之後 因為他們學校都已經 他已經自己有自己的系統 能夠比較出來之後 我就要做一張地圖 學校的地圖 然後呢 給他們50題 我們有上過那個 植物學有跑牌 有沒有 有沒有聽過 我這50題叫做跑牌 就是尋寶遊戲 學校有50個 50個秘密的地方 然後你要去尋 然後這裡面呢 尋找之後呢 我依照他們的特徵 然後他必須在那邊 我有一個印章 他必須要把它蓋上去 然後我希望說 他能夠知道 大夜男在哪裡 他有自己的觀察 他也能夠跟自己 所感受到的環境 能夠結合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們要認識 生態的話 那個出來走動 不是只有名字 那你如果能夠感受到 王年木在哪裡 然後那個 九瓊在哪裡 姜某在哪裡 那三粗花在哪裡 那種空間的感覺 你必須要抓到 然後再加上 你跟時間走的感覺 要扣上去 那種生命力 你就會感受到 真的會相信 這個上天池很有希望的 其實你整個生命 是非常旺盛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休息一下 謝謝 等一下我們上去 上去 還要躲多久 不遠了 這邊上去就入口了 所以等下在網櫃一走了 這樣子 才有時間 你看 沒有